斯里兰卡局势持续动荡 13号的夜日间 有大批示威者闯入总理府 还跟警察爆发激烈冲突 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示威者也不甘示弱还击 科伦坡示威者分两头 包抄总理办公室门前的道路 试图翻墙进入 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总统逃往马尔代夫 却迟迟不肯正式递交辞呈 总理成为代理总统 斯里兰卡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西部包括科伦坡在内的 三个大区实施宵禁 民众继续在多个地点示威 要求总统和总理立刻下台 今天或明天会 会有另一个领导 我们正在告诉 领导的领导 第一个是保护我们的国家 因为人们在这里 有很多事情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些事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全是尔兰卡 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这是其他国家 我们没有任何国家 这是我们必须住的国家 所以我们必须随着国家 科伦坡示威活动已接近百日 被民众占据的总统府 部分空间被用作社区橱书馆 民众自发捐献书籍 排队前来参观阅读 这个总统府旁边的示威者村 里面不但有帐篷让人过夜 还免费提供食物和水 甚至有社区图书馆 看上去已然形成一个社区 有示威者在全国新闻中演说后 要求国家电视台更改节目 双方僵持不下 电视台信号中断了20分钟 并请求军队前来支援 克伦坡虽然宣布了宵禁 但是星期三深夜总统府前广场仍旧有很多的示威者 有消息说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 可能会逃往迪拜或者是新加坡寻求庇护 目前在这里的民众焦急地等待着 看他是否确认会辞职 凤凰卫视记者刘备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报道